近期市场波动巨大 投资者们做好全面的准备了吗 欢迎收看GoMarkets热门话题解析 我是Share 首先是美股方面 美国股市从2002年开始的回调之势 越来越严重 上周四美股也创下了近期内最大的单日跌幅 最近的剧烈波动加剧了投资者的恐慌 但是也有多大部分的分析师表示 美股的走势与今年市场的普遍回撤基本一致 上周三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称 不太可能加息超过50个基点 市场的回撤主要也是受加息预期推动的影响 这次回调对自疫情以来 估值较高的一部分个股影响较大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亚马逊工资 已经累计下滑了31% 并且上周公布的4月美国非农就业报告显示 劳动者参与下降 这还是给美联储未来更大幅度加息 买下了一些伏笔 中国方面 中国央行最新数据显示 4月末外汇储备为3.1197万亿美元 环比减少了682.74亿美元 这是外汇储备连续第4个月的下降 且降幅较前置进一步扩大 弱于预期 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受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预期 地缘政治局势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影响 美元指数一直处于强势的上涨势头 全球金融资产的价格也出现了显著的下跌 这一系列的因素最终都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余额出现连续4个月的下降 4月美国指数大涨近5% 包括人民币内的非美货币纷纷走地 受美股连续暴跌的影响 本周一开盘后澳股低开低走 股指全天低位震荡 标普澳交所普通股指数 值一大板块中三个收涨八个走地 随着澳储航上调利率 澳洲经济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Azen表示将把加息完全传递给贷款消费者 超低仿贷的时期也已经结束 其他各大行也宣布将加息完全传递给消费者 板块波动剧烈 投资者该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 以面对市场的千变万化呢 欢迎大家私信留言 与我们进行详细的沟通 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